這個領域其實是滿長的一段時間 而且他自己有親身的經歷 所以他等一下會分享非常多的圖片跟故事 那想要給台灣人一些不一樣的視野 是從一個那算是臥底的角度 人類學很厲害的調查的角度 然後並且我們會看見 就是在他的研究裡面 你會看到就是在中國籍的這個 外籍配偶跟東南亞籍的配偶 其實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台灣常常在看譬如說談外配或移工的議題 總是把他們打成鐵板一塊 但實際上有非常多細緻的差別 那包括台灣人如何看 大家包括我們什麼 其實就是彼此理解是最重要的事情 理解之後才能夠開始有所行動 跟就是比較採取一些正確的做法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野方子老師 然後我們歡迎他 謝謝林彰 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讓我能夠來到這個東南亞主題書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做的這個研究 還在進行中 不過已經先去泰國 我報了一下論文 所以待會拋碰一塊 會是英文 但是圖片很多 然後我會用中文講 不會給各位帶來太多的這個 我們之間的組閣這樣子 那我可能稍微簡單一下說明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那等一下也很想要知道 各位為什麼想要聽 好 那我自己本身在17年前 就是因為兩岸婚姻的關係 自己嫁到大陸 是貴州 那我先生是一個動作的畫家 他叫梁全瑞 那那個 他來到台灣是 我們已經在澳洲念書了 我念國式 然後之後回來台灣找工作 2005年年 年底的時候回來 然後之後就有一連串 待會要講的故事這樣子 那因為他們在這邊的一些處境 跟大陸的女性的陸配 就是狀況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很需要 把他們的那個移民的經驗 在台灣受限的發展 那另外是他們怎麼樣在這種 就是男子氣概裡面 其實有被在打滑 那他們又怎麼樣 那重新尋找出自己的出路出來 那對於他們的那個觀察 我是 的確是握緊 從他們在LINE的群體啊 或者說他們在QQ 這是大陸的聊天軟體 就是 先開始追蹤 開始找 後來他們也在 前兩年就是聚在一起了 就是 成立一個叫做台灣 大陸的那個 副業協會 也有他們的就是 等於說聯誼啦 齁 那我陸陸續續參加他們 三次的聯誼 當然會 包括要請他們到我家 這樣子 那 每一位就是 我現在能夠找到二十位的陸陸陸的男生 就是 跟他們做深度的防災 就在陸陸的一次這樣子 那在這樣一個 握緊的基礎上面 我待會兒嘗試要跟大家就是 把這些在我們整個台灣社會來講 是算非常少數的男性陸陸陸 他們隱形的 那藉由這個研究給他顯影出來 讓我們對他們的陸陸基因有更多的理解 那當然 我的立場 我現在可能要說一下 稍微交代一下 我的立場 本身除了就是 去理解他們之外 我可能會 以台灣人的角度 重新的看待說 他們在這個兩岸關係裡面 有可能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回頭回來 就我做一個台灣人的話 我會怎麼樣看待他們這樣子 而在結論的時候 我會稍微強調這個部分 那因為時間已經開始了 然後各位 祝他熱天 到這裡 作者就是要聽我講一些 他們的二十位男性陸陸陸的故事 那我覺得實在是非常感動 所以也很想要知道 各位從哪裡來 然後 為什麼會想要 聽這個演講這樣 那個大家好 我是台大人類學系 艾嘉玲 那我是最近剛轉學 之前是福大社會學習的 然後我這學期 剛好做了一個計畫 就是也是類似深度 實際上沒有那麼深度的 就是希望的落差 我訪問的是 大概二十幾位首屆陸陸陸 就是來台灣 從2011年到 來台灣念學位陸陸陸陸 他們剛好四年 是第一批的畢業生 那我就非常好奇 也是類似 就是老師您剛剛說的 目標 一個是想要理解 他們在台灣這四年來的觀察 他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想要知道 在大光價 跟他們關係的角色 這樣子 大家好,我叫智元,就是源治大學那兩次到過來,一模一樣 那我跟Vanessa就是我們是在同樣一個團隊,就是我們在做之前的那個首屆的陸生的採訪 對,那我幫忙比較多是協助上面是攝影,對,靜態的攝影那些 那我現在我自己的本質是在賣牛腩,也做那種跟小農相關的,那我們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那個同路 對,跟現入房有關嗎? 我是現入房的 等一下再聊,等一下再聊 那我們都有興趣 今天有帶 好,大家好,我叫玉雲,玉莎的玉,給你們的玉子,然後姓柯木柯柯,諾莎姐姐 那其實我本來就是對於就是雲南啊,一些大陸籍的事情就是蠻有興趣的 對,都有去去,進階的去了解一下一些事情 對,然後現在是在旅行社上辦,謝謝 大家好,我姓王,我叫黃士山 我是月配,然後我從事生物科技,就是動物飼料這一方面的 然後我今天來的田律是因為要,也是多方面去了解各國台灣的婚姻 因為我本身是跟越南人的婚姻嘛,所以想要來了解這樣 所以你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啊 然後去那個越南人 去越南人 大家好,我姓鵬 那因為我是在這邊上越南課,知道這個訊息 那當然我覺得知道這個題目,我就覺得有點興趣 那當然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為外面很熱 所以我來這邊躲,謝謝 你好,我是Vivi喔 她是我先生呢 因為她要躲太陽,我也只好跟著她來躲 本身我就對什麼都很好奇了 所以任何議題,任何事 我都很想辦電影,愛玩 就這樣,謝謝 謝謝 大家好,其實我是今天來報告的志工 對 還是可以輸的時間 介紹一下你是不是 那誰啊 我是世新大學 我面是升三年級的學生 對 然後也是想說這個暑假 然後我來這邊多了解一點 就是不同的東西 好,謝謝 謝謝大家這麼有心的愛 那我做這個圖片 先稍微介紹一下 我待會可能會介紹到一些主角 好不好 嗯 這邊這一位,在海邊的這一位 他目前是八旗出版社的總編輯 他叫子顏鶴 嗯 那個 那個 MV這樣叫婦茶 婦豐富的婦 然後 關茶的茶 然後 他會自 我待會會介紹 那這邊這一位是一個蒙古王子 嗯 他的太太叫努靖 就是那個努靖的人 好 好 這才是算外省的這樣 那他們這兩個 因為到北京一起念 在舞蹈區院 是大學同學 然後就是 後來就是經過十年的愛情長跑 然後 然後 之後才來到台灣 好 那待會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這一位 那個 右邊的這一位 他叫王少傑 他在原寧 跟原先開英國的郵便 那他拿到身份證的時候 被抓去當兵 在台灣當地 那 這台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那 他太太是攝影人 後來也是一起幫忙 電影的參與 那下面這一位 他叫張文飛 就是最近大愛電視台 有拍他 那 他是做一個玻璃工廠工作 就當工人 那 這邊這一位 右邊這個是一位律師 然後 李孟舟 然後他在台中 那做兩岸的那個 經貿統治的顧問這樣子 好 那 可能還有幾位 我還會陸陸續續的講 然後就是他們一些 就是活動聚會的照片 我們就先稍微看一下 好 就是 某一次的那個畫展 然後他們 會給自己的 同類加油 好 那他們也曾經去看 因為就是陸沛 他的主親早有一點 就是 那人家很遺憾 就是 孩子因為得病 然後是會揪出來的 那他們也有去關係 然後你看他們有特別做褲條 就是知道 他怎麼上新聞 然後 怎麼擷取台灣 對他們的關注這樣子 謝謝 謝謝